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厨艺 现在快过年了,我们在家里做菜都少不了大蒜 平时大家是用什么方法来包大蒜的呢? 今天小鱼给大家分享三种快速包大蒜的小技巧 简单,方便,实用,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这些大蒜平时我们用指甲来扣的话,非常的麻烦 而且没扣几个,指甲就会非常的痛 平时用刀拍的话呢,很容易拍落,而且呢,还会飞溅 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到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过新年家里的一些旧物品呢,也是需要更换新的的 特别是这种防烫垫 我们准备一个新的防烫垫 把它清洗干净,放在厨房 用它来剥大蒜,可算是神迹 怎么做呢? 把大蒜放在上面 对半压过我们的防烫垫,向回一戳 看,我们的蒜皮轻轻的就自动脱落 而且蒜皮呢,非常的完整 再给大家展示一次 把大蒜呢,放在防烫垫的一端 然后呢,对半折过去 用力,向后一拉 这样剥蒜皮呢,非常的简单省事 第二个方法 如果家里没有防烫垫的话,也不用着急 我们只需轻轻挤压 就能快速的包大蒜 大蒜上呢,会有个小机关 我们捏住大蒜的头与大蒜的尾部 然后呢,向中间轻轻一挤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蒜皮呢,会直接爆开 沿着爆开的地方很轻松 就能把大蒜皮给它举下来了 方法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试一下 尤其是对那些啊,平时不爱留指甲 对大蒜呢,过敏的泡呢 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包大蒜皮 用这种方法包大蒜皮,真的是绝佳 再来一个 捏着大蒜的头和尾向中间进去一挤 看,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家里对大蒜的需求量比较大的话 我们也有另一个简单快速的方法 准备一个密封盒 把我们包下来的蒜皮呢,装进去 盖上盖子 给它摇晃30秒左右 差不多了,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倒出来,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呢,全部都自动脱落了 蒜皮一大蒜呢 全部脱离开来 有个别的大蒜呢 即便是没有自动脱落 你看,上面的蒜皮呢 也是非常的松弛状态 用手轻轻一拨就掉了 这三个快速拨大蒜的小技巧 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 家家户户都能用得到 希望这个小妙招能够帮助到大家 解决身亡中的烦恼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转发分享出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